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被认为鸟钟长寿的一个代表 青竹的话在我们古代的人们心中 它是一个淡薄 清高 正直 文人默刻的这种人格的追求 在以前的古代文人默刻 这个竹也是经常用来芦画的 它有着竹报平安 所以说这一件词品它是一款典型的 仿这个乾隆时期的青竹鲜鹤的图案 遇着是高风亮节 吉祥 富贵 长寿 古类之夜 那么这款画屏无论像这个 竹骨架 玄关 暗台 书房 茶室 放上这样一件有品味的这个词品 可以说不仅可以给您家里 带来画龙点睛的这个效果 也是一件值得收藏的 好宝贝哦